我們都知道橘子的東西不只是好吃而已 它還是台灣冬天水火之王喔 今天我們來到桃園復興春耕農場 要來體驗當橘子的一日農夫喔 那我們就來去找吳老闆吧 吳老闆 哈囉 歡迎各位來到春耕農場 那我們今天來做春耕農場的體驗活動 那裡面有柴果還有做果種的DIY 還有橘子燥的DIY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出發囉 吳老闆說第一載要先來去種植橘子的秘密基地 這裡有一個立牌上面寫著柴果 請問吳老闆這個要怎麼唸啊 這個是在我在寫的時候呢 我們都條條大路通了嘛 可是每一條小巷 有隱藏著很多的辛苦的味道 所以這個農是表示農民的辛苦 沒有辛苦的農民這個食物 是不能夠呈現在我們的餐桌上 這就是我們的秘密基地 哎唷到秘密基地了 歡迎我們大家參觀一下 哇 解開秘密的麵紗 簡單的呢先介紹一下 看這個溫泉堆肥呢 突然加料看到沒有 後面那個白色的 嗯 叫什麼 這叫蟹殼粉 那蟹殼粉有什麼功能 放在泥土裡面呢 它會什麼 把土壤裡面的不好的那個蟲趕走 那這個堆肥幾公斤 有幾公斤你曉不曉得 有八公斤 八千公斤我總共要攪拌三次 算是二幾噸 二十四噸 二十四噸 二十四噸怎麼攪拌 靠我這兩雙手 還有一隻鏟子 去攪拌這些肥 這些肥攪拌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什麼結果 不好的菌類 在這種堆肥 在這個堆滋的過程之中 它會把它削 它會把它殺死掉 你看這溫度幾度 八十三度 相當高的溫度 重金屬就會揮發掉 你看這是我們兩夫妻 在它的冒煙 所以說我們取它叫做 溫泉堆肥 堆滋完之後 要拿到農業改良廠 去做肥料分析 不是說我這樣堆滋完 就事情就結束了 不是 你農民要做田間試驗 要做肥力分析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蟹殼粉 這樣攪拌 哦 這樣攪拌 好 這樣攪拌 把它放到泥土裡面去的時候 泥土裡面的那些蟲害 它就會離開 水果才會健康 好 我來試看看 你說 這樣子 嘗一下 蠻重的 然後往上丟 對 往上丟 這不是 我說多就可以多 好 好我們顧顧檔 好 好 吳老闆說這堆堆肥有八噸重 一共要翻弄三次 也就是說要用鏟子翻弄二十四噸的肥料 大家嘗試了一下 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老闆請問一下 這樣子鏟這一次 感覺我們只有抓錯一點點 這樣子八噸你鏟了多久啊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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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是48小時沒有睡覺嗎 兩天 在這兩天之中 我們還要加一些維生菌下去 你把它加上去做促進它的分解 它能夠促進到分解 它那個溫度能夠提高到一個83度的時候 能夠讓裡面的重金屬就這樣子被蒸發掉 吳老闆說 要用心的製造出優質的堆肥 能讓橘子的根部更好吸收需要的養分 接下來我們一起去看看 吳老闆所種植的橘子圓吧 那我們這個海梨桿呢 剛才我們還沒講 這一顆橘子是幾歲 你猜幾歲 10歲 你們猜幾歲 15 15 那我猜20 這個海梨桿呢 你看 將近60年 它不會走 講話 不會走路 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我要照顧它 我要照顧它60年 那幾乎是一個農民的青春歲月 陪著它走上去 然後它會長出最好的東西 來給子女享用 那這就是它最好的水果 你聞看看它的味道 好 海梨它不會酸 這個是這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品種了 在民國60年前最原始的品種 那我們現在看我旁邊這個藍色的桶子 這個橘子酵素呢 有什麼功能 它在樹上呢 能夠防止藉殼蟲 在土壤裡面呢 能夠促進土壤植物根系的發展 好 我們最期待的時刻到了 哇 這邊都是橘子耶 這個皮膚粗粗的 這個叫做天成 以前 黃色 代表什麼 最好的東西 稻米 是黃色 薏米 是黃色 這個水果如果拿回去放三天 它會散發出它應該有的那個香味 我現在就要把它放在土壤裡面去了 哇 這邊又聞到香味耶 你也沒聞到嗎 我真的喝 看起來 你看這種橘子的顏色 你看 試喝一下 這邊養一下 好像在喝那現炸果汁喔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每一次打開橘子的時候 打開來的那個片數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玩一個小遊戲 我們來去窄橘子 看誰打開來的果肉是最多的 好 走啊 走啊 我們的橘子要怎麼找才能找最多片 嗯 先踩囉 先踩 你這個咧 那一顆 來吧 這個 哇 欸 我走到這顆很大顆 我決定我要選這顆 老闆我們都走好了 哪一個比較多 應該是我 我的 怎麼看 怎麼看 那我們現在來自己算 要怎麼看呢 自己算 你看這個水果 用手去觸碰一下 它表面呢 比較凸出的地方 有 有沒有 有 有 六個 九個 這個很好看 九個嗎 你呢 七 五 八 八個 你呢 我的七個耶 他說七個對不對 對 這兩個 三 四 五 六 八個 七 八 這個也很多遍耶 我們在橘子園看到 有一棵樹上的橘子都發白了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是防曬 因為現在的氣候 越來越熱 是 越來越熱的時候 怎麼替植物擦面膜 我這樣擦擦擦一個月 倒上起來 就是拿著刷子 就刷這個東西 噢 噴那個 這個叫做 海底 這個是礦物 碳酸鈣 噴下去整顆就是沒有光合作用 噢 沒想到橘子也要防曬耶 哇 也是很多水耶 你看味道 我也來吃看看到底是多發 欸 而且它的那個每一顆都很飽滿耶 就是 水都很多 哇 好 好 好 嗯 這個就是桶干 桶干就桶干了 綠色是這樣子嗎 這就成熟了嗎 對 桶干的表面它油分最重 油分 油 油喔 嗯 什麼樣子叫做油分最重 它的油脂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菁油 哦 真的耶 看到嗎 嗯 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所要的 所要的菁油 哇 真的很多耶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做橘子菁油嗎 對 所以在洗澡的時候 這個拿來做香皂 洗澡的時候整間浴室裡面都是這種味道 哇 你看它 你看它水分你有沒有看到 哇 我們在一起把採收的橘子放進冷藏庫之後 下午要來開始製作橘子香皂跟果凍 在那之前 老師先讓我們品嘗看看 現彩現榨的果汁 那種新鮮的味道吧 哇 對 半顆就這麼多了 對 我們每次去夜市的時候也會有這種可以買對不對 對 這個橘子汁啊 沒想到自己這樣炸起來 有一點點小辛苦 不過呢 這邊的橘子真的每一個炸起來都超級多汁的 我們現在來品嘗看看喔 好 那我們一起來乾杯吧 乾杯 哇 哇 好好喝喔 很香欸 欸你覺得 這跟外面喝起來有個不一樣 這個是最天然的原始的味道 而且它喝得到果肉欸 真的 而且超多果味的 你呢 這味道真的很香很濃郁 跟外面市面上賣的東西都不一樣 真的 而且重點是這是我們剛剛自己採的對吧 我們喝完橘子之後 農場還有什麼好玩 農場還有我們可以製作橘子果罩 還有我們的橘子好吃的橘子果凍喔 哇 那我們來去做吧 好 GO GO 好喔 那我們現在要來一起製作我們的橘子果罩喔 你們現在手上有看到你們的皂雞嗎 有 我們的皂雞呢 現在要麻煩你們幫我們呢 在我們的髒板上面把它用剝辣刀 把它切成小塊 好了老師我們用好了 好了以後我們現在有這個製作加熱的那個品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肥皂放進去 把它讓它融化 拿上我們的橘子 然後我們要來刨它的皮 把它刮下來 然後你們一邊刮就可以聞到這個果皮的香味 哇 這哪裡 哇 天啊 都是橘子的味道耶 哇 這怎麼膠膜 這真的好香喔 整個調色都是這個橘子的味道 哇 好像快好了耶 把我們剛剛削下來的果皮 全部都放在我們的鋼杯裡面 哇 都會變顏色耶 對啊 就是開始把我們的精油已經融化在香皂裡面囉 它凝固以後我們的肥皂就做完囉 那現在我們一起來做果凍好不好 好 想吃嗎 好 GO GO 橘子果凍的製作 200cc的水 加入吉利梯果膠粉 攪拌後就要加入今天的主角橘子汁 你們有沒有看到你們剛剛手上的橘子汁 這次橘子汁是我們剛剛現炸的 但是你們知道裡面這一瓶裡面有多少顆的橘子嗎 應該有六七顆耶 五顆 五顆 八顆 幾顆 十五顆 大概有十二到十五顆的橘子 真的 好這麼多 所以這件橘子汁有豐富的維他命C 和很多的營養成分 所以我們現在呢要請你把它打開 然後呢幫我們一把 就好 最後把它們倒入模具 再放到冰箱冷卻一下就好啦 這個時候我們的橘子香皂也凝固好了 趕快來試試看吧 這我的我確定 哈哈哈哈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這邊有抹掉一個東西 這是我的 我來聞聞看 哇這真的是橘子耶 裡面都有那個果肉的感覺 哇 它的圖案好好看喔 真的耶 我的都 感覺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 很像真的橘子對吧 而且很香 好迫不及待喔 那我們等一下還去洗手 洗看看 哇 洗一洗 馬上起泡了耶 這也太天然了吧 嗯 好香喔 就在我們體驗完課程之後 老師說過以前是沒有開放摘果與手作課程 是因為以前的客人對大自然的不尊重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三年前我們才有反對外 因為有時候其實消費者是需要再教育 嗯 因為有些有些遊客他們不會懂得感恩 就只會很浪 然後有時候他們採一採 他們可能 欸我們這一刻其實他們覺得 欸這顆很好吃 可是他有看了下一刻 就覺得欸這很好吃 就是比前面他看到我們 就是吃到的還要吃 那可能幫你拿一次丟的 全部都全部都堆在桿子上 啊真的嗎 對 所以我們每次 我們前幾年有開放過的時候 他們就全部都丟 然後就變成我們遊客人來 我們就還要去 還要再去堵裡面 再去撿他們 就這樣子 所以後來他們 我公公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太浪費 然後又要耗的力 所以就沒有開放 所以後來就到了 我們這幾年 有開始一直有在推廣這些 所以他們才慢慢的說好 那你對於一個 我為什麼藝術家的知識做下去 我剛才講說素爺爺要把他的心念講出來 可是你講出來也太 相對的嘛 我素女就有對象 那對象就是人類 那人類 在你在影視 市場上你買的東西的時候 只有一個味道 甜味 其他東西都搞丟掉了 東西沒有味道 那你有鼻子除了呼吸之外 那你有什麼功能 舌頭除了嘗到甜之外 那你舌頭還有什麼功能的存在 他有講話 其實舌頭能夠分辨很多的味道出來 可是你把那個功能都隱藏掉了 你不覺得你人生這樣子很可惜嗎 所以說你來吃這個菊子之後 你可以吃到它的甜味 酸味、香味 最重要的最後一個階段是 你喉嚨的回甘 這就是你把那個火速的那個 那個能量那個極限 把它表現出來 就如果你喝茶 這個茶很香 有活韻 水果也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可是你去外面吃水果 很少能夠 我這種活韻吃完 就如果你剛才你吃完之後 也會吃手像是 黏黏黏黏的 就像吃甘蔗一樣 可是它不是很甜 輕 像輕輕的 可是它的能量會這樣子 這個就是要告訴 要跟這個 很多的朋友講 水果能夠做到這種程度 它是對於人類 它是食物 對於人類的健康 它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像現在大部分講的 水果除了甜之外 你除了跟我講甜之外 其他沒有 是這樣子 這樣就埋沒了水果的本意 在這個忙碌的都市生活中 我們常常為了追求目標 而感到緊張 偶爾呢 我們就是應該要來這個地方 可以體驗一下 農村的生活 新鮮的空氣 泛漫古雕 所以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來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來多認識橘子的話 可以來春根農場的網路預約 最後大家我們要吃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 讚 結束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